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2019亚洲杯足球资格赛最终轮 台湾队族在双十国庆日上演逆转秀 分别在第89分钟 商庭不持各进一球 以2比1起机式的击退进第80 不仅振奋国人 亦让不少外国媒体记者直呼 不可思议 台湾男足世界排第151 80第118 双方曾在上月对战 台湾以0比5输球 做再度交手 80第18分钟执行12码球射进 台湾一路落后至第89分钟 陈柏良接或陈昌元长船 踢进追平球 第92分钟再由朱恩虐步进一球 三分钟内完成大逆转 ESPN足球记者Michael Church 在推特表示 台湾英国籍教头怀特 Gary White再次施展魔法 中华台北在亚洲被资格赛2比1大逆转 击败巴林不可思议 亚洲足球联盟期刊编辑 Jan Potts更提到 巴林可是曾在2004年亚洲被拿到电军的球队 中华台北队和教练怀特令人惊艳 英国记者Chris Patten也说为中华台北队和教练怀特感到高兴在比赛后段完成一场令人振奋的逆转秀 外媒口中频频提到的教头怀特 台湾队在他领军后脱胎换骨 签于热身赛以4比2击败蒙古 为了备战于巴林的关键战役 怀特利用影片分析 并注入新式战术 仅用十天就整合旅外汉国内球员 收下执教的二连省赛后 他说台湾队是持续有潜力的球队 晋级亚洲杯以迈向一大步 相关推特 总教练怀特记者林郑坤社